孙子兵法第一篇 祭天燕王装并起兵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意思是说 有能力而装作没有能力 实际上要攻打而装作不攻打 明建文皇帝即位后 为巩固皇权发起了消翻运动 燕王岌岌可危 为保护自己 燕王被迫诈骗 大王 朝廷的使者到了 什么 朝廷的人这么快就到了 这可如何是好 我还没准备好装病呢 燕王 皇上让我来看看 您的病怎么样了 都轻点声 燕王 您在干什么 没看到我在复旦吗 我家的大王有发病了 各位大人还是就回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告读 燕王真的生病了 燕王真的生病了 那就给皇上报信吧 问问下一步怎么办 皇上来信了 让我们偷偷的把燕王抓起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明日便动手 以朝见燕王之名 抓住他 燕王曾经救过我 我不能忘恩负义 一定要尽快通知燕王 燕王 朝廷决定要杀你了 如果再不走 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多谢你提醒 事到如今 只有 大人 燕王说是昨晚抓获了一批密谋造反的药犯 请各位大人过去 燕王的封病好了 听说燕王 听说燕王的封病突然痊愈了 告诉燕王我们随后就到 欢迎三位京城来的大人来指导工作 燕王 听说昨晚抓了一批密谋造反的人 关在哪里了 不急不急 各位大人 先尝尝我们的西瓜 也好 燕王这么热情 我们就尝尝吧 不好 有埋伏 快跑 想跑 来人 给我拿下 燕王 你敢抓朝廷命官 想反叛吗 哼 我既然要反叛 还怕你 斩了 燕王朱棣通过装病 粉碎了朝廷 除掉他的计划 赢了起兵的先机 能 而是之不能 用 而是之不用 燕王朱棣 显然身安此道 他一面积极备战 一面 装病 半吃迷惑敌方 伪装成 不准备打仗的样子 从而 为自己赢得了时机 取得了 这场功情政变的胜利